来 苏琪老师 去年的时候 来 苏琪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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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些所有想 在自己亲手调教下 培养出一个 好老公的女人 最后都把这个男人 培养成了别人的老公 好好学习 保研 找兼职 再找到一份 稳定的工作 多有的一切 像一条流水线 就这条流水线 就是生产好老公 而你已经不再是 他的女朋友 而是那条流水线上的督导 所以你们本来 彼此之间浪漫的爱情 让你亲手变成了一次 监督与被监督 好老公养成绩 所以你就变得无趣了 你的那种可怜 他的优越感 无处不在 虽然你把它解释成 是一种关心 不嫌弃 但其实就是嫌弃 你看你每次 说的那些话 我们家又不嫌 他们家条件不好 我妈都说了 这男生只要有作为就行 有没有钱不重要 你以为你所有的这些话 在他看来 会是一种宽慰吗 你只能越加地让他感觉到 我家门是不信的 不要按照你的生产线 去培养一个男人 规划是要有的 我以前的规划 就是做一个科学家 我怎么做主持人了 规划 有的时候不起作用 人生最重要的是 每次自信地 去尝试不同的路 其实在我看来 其实他一点都不缺乏安全感 因为他从小就靠自己 所以他的安全感 是来自于自己对于命运的掌握 你倒是很没有安全感 真正的安全感 就来自于 你自信地去体会 各种的不安全因素 说实话 听你所描述的 你们将来的生活 一点都不美好 很限制 很公式化 很死板 所以我觉得 你们去勇于尝试 毕业之后不同的路 规划是要有的 但这种规划 要一定适应得上 彼此的变化 你如果真的想 培养一个好老公 高级的培养方式 不是用流水线的方式 而是要从内心 去激励和点燃的 让这个男人 心甘情愿地 为了你所谓 规划的那个家 而奋斗 而不是你 天天压着他 前提是 你要的那个家 和他所想要的 那个家是一样 这就是刚才 陆老师说的三观 只有你想的 跟他想的是一样的 不需要你敢 他自己会 朝那个方向迈进 好吗 谢谢老师 放松点就这样 好 谢谢陆老师